夜归路门歌 孟浩然 山四明中昼已昏 于梁渡头争渡轩 人随沙岸向江村 于一成州归路门 路门月照开烟树 呼到旁宫七隐处 言非松敬长寂聊 唯有幽人独来去 孟浩然家在襄阳城南郊外 县山附近 汉江西岸 名曰南远或建南远 题中路门山则在汉江东岸 棉水南畔与县山隔江相望 距离不远 乘船前往 数时可达 汉墨著名隐士庞德公 因拒绝征臂 携家隐居路门山 从此路门山就成了隐意圣地 孟浩然早先 一直隐居县山南园的家里 四十岁傅长安谋事不遇 游历无悦 数年后返乡 决心追捕乡先贤 庞德公的行迹 特为在路门山辟宜住处 偶尔也去住住 其实是个标榜归隐性质的别业 所以其曰 夜归路门 虽有祭食之意 而主旨却在标明这首诗 是歌永归隐的情怀志趣 于良是地名 诗人从县山南园渡汉江往路门 途经棉水口 可以望见于良渡头 首二句集写 傍晚将行见闻 听着山寺传来黄昏暴食的钟声 望见渡口人们抢渡回家的喧闹 这悠然的钟声和沉杂的人声 显出山寺的僻静和世俗的喧闹 两相对照 唤起联想 使诗人在船上闲望沉思的神情 潇洒超脱的金怀 隐然可见 三四两句就说 诗人回家 自己离家去路门 两样心情 两种归途 表明自己隐意的志趣 甜然自得 五六句是写夜晚攀登路门山山路 路门月照开烟树 朦胧的山树被月光映照得格外美妙 诗人陶醉了 忽然 很快的 仿佛在不知不觉中就到了归宿地 原来庞德宫就是隐居在这里 诗人恍然大悟了 这微妙的感受 亲切的体验 表现出隐意的情趣和意境 隐者为大自然所融化 至于望乎所以 末二句便写 庞德宫七隐处的境况 点破隐意的真谛 这忧人 既指庞德宫也是字况 因为诗人彻底领悟了 顿世无闷的妙趣和真谛 躬身实践了 庞德宫采要不返的道路和归宿 在这个天地里 与尘世隔绝 为山林事半 只有他孤独一人 寂寞地生活着 显然这首诗的题材 是写夜归路门 读来颇向一则随笔素描的山水小记 但它的主题是书写 清高隐意的情怀志趣和道路归宿 诗中所写 从日落黄昏到月悬夜空 从汉江周行到路门山徒 实际上是从沉杂世俗 到寂寥自然的隐意道路 诗人以谈心的语调 自然的结构 省静的笔墨 书获的点燃 真实地表现出 自己内心的体验和感受 动人地显现出 天然超脱的隐世形象 形成一种独到的意境和风格 前人说 孟浩然是气象清远 心从孤寂 而出于洒落 洗脱繁尽 这首旗鼓 倒很能代表这些特点 从艺术上看 诗人把自己内心体验感受 表现得平淡自然 优美真实 技巧老道 深入浅出 是成功的 也是协和的 也正因为诗人 真实地书写出 引疫情去 拖进尘世烟火 因而表现出 消极避逝的 孤独寂寞的情绪 本文作者 倪奇心 朗读 白云出秀